另外也有很多人要檢討臺鐵 交通部長林佳龍已經請辭 雖然有觀光業還有中華郵政 以及電信工業等各界表示未留 但昨天林佳龍再次強調會負起責任 沒有未留的問題 同時昨晚他也寄出了一部內部信 給這個臺鐵員工 他提到臺鐵的改革不夠快 不夠好 應該要由他來承擔責任 化身站務員慶祝臺鐵雙軌化通車 提到臺鐵似乎是交通部長林佳龍 心中最柔軟的一塊 也是最大的擔憂 而最終因為太魯閣號的慘痛事故 下臺負責 堅決請辭後林佳龍也寫了一封內部信 寄給每一位臺鐵員工 提到接任交通部長時 臺鐵才剛經歷普悠瑪事故的嚴重挫折 當時提醒自己應該背負起改革臺鐵責任的 是自己和政府及整個社會 而不單是心情付出的臺鐵同仁 但短短三年之間 臺鐵發生兩次嚴重事故 讓社會的悲痛更深 對每一位臺鐵人來說 何尝不是難以承受的傷痛 但從事故率來看 改革不夠好不夠快 應該由我承擔 也提到臺鐵員工是最寶貴的資產 值得被善待 此去交通部長除了負責 更希望喚起各界和政府 對臺鐵加速改革 但在林佳龍請辭後 臺鐵員工的憂慮仍然在 法令一定要鬆綁 台鐵能夠多加化經營 讓英國能夠看到未來 這樣才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華視新聞林憲羅大偉 台北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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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